东非肯亚有两只全白的长颈鹿母子 惨遭盗猎者剥皮杀害 雪白茅色在绿色树丛中格外耀眼 肯亚保护区这两头全白长颈鹿母子 2017年首次曝光 立刻吸引全球媒体关注 还有大批游客前往观赏 只是没想到独特外表 却让他们惹上杀身之火 这对长颈鹿去年11月以后就失踪 结果再次出现 已经化为一堆白骨 保护区工作人员初步调查 发现他们被盗猎者杀害 剥皮后歧视在地 死亡时间至少已有四个月 消息一出外界都很痛心 认为肯亚当局没妥善保护稀有物种 这两头白长颈鹿并非白化症 而是白变症 白化症动物只缺少黑色素 但白变症动物则是缺少所有色素 才呈现全白 全球只有几头 非常珍贵 如今两头全白长颈鹿混沌盗猎者枪下 全球就只剩下一只全白长颈鹿 是死掉长颈鹿妈妈的另一个孩子 白色长颈鹿面临灭种危机 也让全球物种保育大手打击 王贵病 王贵病